主料,面粉一百九十克,辅量,猪油,盐一勺,椒二勺,黄油三十克,鸡蛋一个,虾一百三十克,鱿鱼一百克,马苏里拉芝士一百二十克,豌豆,玉米,牛奶,番茄酱,青椒,火腿,胡萝卜,紫甘蓝,蛋液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。 所有面团材料放到一起,黄油融化,合成柔软适中的面团,请十五二十分钟,准备好蔬菜,准备好海鲜,打虾剧头,去皮,改成薄饼,烤盘涂抹猪油,因是味道好二十饼皮好吃。 薄饼盖在皮三盘上,用叉子均匀的插上眼,均匀涂抹番茄酱,先放芝士片,再放胡萝卜,一次摆放紫甘蓝和鱿鱼,再放火腿丝和海参片,中间摆放大虾,放青椒和超熟的玉米和豌豆,放紫甘蓝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,二百度二十分钟,出炉, 并边刷上蛋液,再摆一层芝士片,二百度十分钟,OK,香喷喷特别好吃,可惜阴天,它的颜色有色差,烹饪技巧,一最好用高筋面粉,二面饼一定要单独先烤一下,这样不至于有汁水,我忘记这一步了,下次注意。